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英美养国正敦促哈马斯迅速接受以色列提出的停火建议 这份提议被形容为异常慷慨 意味着这可能是结束长期冲突的一个转机 借助特斯拉成功通过的安全要求 这不仅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也显示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只会越来越大 最后字节跳动近期执行了一项内部反腐行动 共有61名员工因违法违纪被辞退 其中四人因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被一眼侦查 这显示出公司对于维护职业道德的坚定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纷扰不断的世界中 英美养大国家于周一展现了其外交力量 敦促哈马斯迅速接受以色列提出的停火建议 以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 这一提议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也是对人道主义的一次重大考验 据加拿大之声报道 哈马斯的谈谈代表预计将会见卡塔尔和埃及的调停人 商讨以色列上周末提出的分阶段停战建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沙特首都利亚的 而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指出 以色列提出的停战提议异常慷慨 这观点得到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关注 虽然之前的协议未能成功 但他们仍然抱有希望 55岁的谢利夫摩哈梅德奥尔利夫 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尽管他对成功的期望并不高 以色列的提议包括释放约130名仍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中的40人 以换取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一个持续平静期 这场冲突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据悉哈马斯在10月7日发动的袭击中 共有253名人质被劫持 约1200名以色列人丧生 而加沙方面则有约3.4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丧生 在11月的首次短暂停火中 哈马斯释放了约一半的人质 以色列则从其监狱中释放了三倍数量的巴勒斯坦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也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声 强调了以色列提议的重要性 包括暂停交战40天 释放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和以色列人质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哈马斯身上 期待他们接受这一和平协议 另一方面移民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挑战和收获 《联合早报》讲述了一个在新加坡定居15年的移民家庭的故事 他们在新加坡找到了归属感 安全感和自豪感 并通过参加社区义工团队与社区产生了深度链接 在李显龙总理主政新加坡的20年里 这个家庭见证了新加坡的稳步发展和社会变迁 体验了从东京移居新加坡的不同生活 在东京他们面临着保育员入圆南医疗访问不变的问题 而在新加坡他们找到了更多的安定和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经历和收获 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回教徒 因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而展开了对于以色列关系密切的国际品牌的抵制 这一举动不仅影响了品牌的销售业绩 如麦当劳国际业务部门第四季度的报告所示 销售明显疲软 增长仅为0.7% 远低于前一年同期的16.5%的增长 也反映了回教徒对以色列行为的不满 尽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回教徒 在抗议的原因和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两国政府在对待抵制运动时的立场和策略却存在不同 这一现象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地缘政治宗教信仰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 从英美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 到新加坡的移民故事 再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以色列品牌的抵制 这些世界虽然看似相互独立 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下 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追求和平寻找归属还是表达抗议 背后都是人类对于更加公正和谐世界的渴望 在探讨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国际关系的微妙动态时 我们发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 他们不仅揭示了历史的回响 也映射了当下的复杂性 从银三代的兴起 古代的官位买卖 到加拿大议员遭受的网络攻击 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 让我们对中国体制的释迦化 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联合早报通过抠析银三代现象 揭示了中国体制内部的释迦化趋势 在热播剧《成东至成中之成东至成中》 人物成家园的形象 生动地展现了所谓银三代的生活现实 他的职场之路似乎因为家族背景而变得更加平坦 这不禁让人思考 当权力和资源在特定家族或集团中长期循环 是否会阻碍社会流动性 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 乃至官员素质下降 同样 联合早报还带我回顾了清代康钱盛世时期的官位买卖现象 那时候官职几乎可以明马标价出售 这种将公权力商品化的行为 虽然短期内可能为国库增收 但长远来看必然导致力质败坏朝纲不振 这段历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 反思当下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否公正透明 而在国际关系的此层面 加拿大之声报道了一起震惊加拿大的网络攻击事件 18名加拿大议员遭到怀疑或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和PT31的侦查攻击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网络安全的脆弱性 也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紧张关系 尽管加拿大情报机构早有所知 但议员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意爱介入通知 这种情报共享的不足 无疑加剧了议员们对工作安全的担忧 也让人们对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应对网络攻击和保护国家安全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这些故事无论是关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 还是涉及国际关系的挑战 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权力的运作和信息的透明度 无论是迎三代的兴起古代的官位买卖 还是加拿大议员遭受了网络攻击 都在提醒我们 公正透明的权力运作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国际关系等稳定至关重要 通过反思过去审视现在 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正透明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中国持续展现出对外开放的决心与行动 特斯拉的成功进入中国市场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据明报报道 特斯拉不仅顺利通过了中国当局的安全要求 而且被内地媒体澎湃新闻誉为重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友好态度 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开放的姿态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车展的考察中强调 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放宽市场准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促进中外企业在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这无疑为全球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然而中国的政治领域也频繁传出高官落马的消息 明报另一篇报道提到 陈西省政协员党组书记主席韩勇因涉嫌受贿被逮捕 韩勇曾在多个省份担任重要职务 长期从事纪检检查工作 但最终因违纪被查 这反映出中国在反腐倡联方面的坚定态度 另一位前高官曾任辽宁省长司法部长的唐义军 也被撤销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 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于纪律问题的林容忍 在两岸关系方面 国民党环总召傅昆琪事团访问中国大陆 试图通过两岸和平破冰来改善两岸紧张的关系 据《明报》报道 傅昆琪表示此行为两岸断线八年后的一大步 旨在为台湾人民带回封硕成果 然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林批评此行本质上是卖台之旅 并指出中共给的恩惠实际是一样好杀的策略 面对批评傅昆琪反驳说 如果两岸交流就是出卖台湾 那么民进党是否也准备出卖台湾 他呼吁大家勇敢面对台湾主流民意 为台湾人民做实事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在经济 政治两岸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最新动态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与成果 高官落马的消息 反映了中国在反腐畅联方面的严格态度 国民党的访问则是两岸关系中努力寻求突破的一次尝试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了一个多元复杂不断进步的中国形象 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世界中 合作与创新成为应对复杂局势的关键 从中盟两国军事合作到科技界的内部治理 再到科学研究领域的突破 这些故事展现了人类社会灭对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和创新基因 明报报道 中盟两国首次举办陆军联合训练 草原伙伴副2024在蒙古国东戈壁省拉开序幕 这次联合训练不仅是两国军事合作的里程碑 也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有力支持 中方派出的营级规模兵力 携带各型武器及轮式装备赴盟参趣 显示了中盟在应对非法武装团体活动方面的 紧力合作和共同努力 这次联合训练旨在深化两国军事战略互信与务实合作 为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另一方面 内地知名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展现了企业内部治理的决心 据明报 字节跳动近期执行内部反腐 处理了61起员工违法违纪案件 涉事员工全部被辞退 其中4人因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这一举措反映了字节跳动对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的严格要求 以及对违法违纪行为的临容忍态度 通过这样的内部治理字节跳动旨在营造一个更加健康透明的企业文化 为其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科学研究领域 张永振因最早破解并公布新冠病毒基因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明报报道张永振与悉尼大学学者霍尔姆斯合作迅速合成了新型冠状病毒SRS-CoV-2的基因组 并将其公开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永振的这一成就不仅获得了科学界的认可 更被科学期刊自然评为年度十大人物之一 张永振团队的研究还提出病毒源于自然界的观点 为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些故事展现了不同领域内的合作、创新和治理 对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军事合作、企业治理还是科学研究方面 人类社会通过共同努力和不断探索 展现了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韧性和智慧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简称公卫中心一场不同寻常的对峙正在上演 病毒学家张永振因为对实验室突然封闭了不满 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抗议方式 在实验室门外打地铺国业 据明报报道 这起事件起因于工卫中心因装修需要封闭实验室 但张永振及其研究团队对此安排表示强烈不满 尤其是张永振 这位在2020年初无视禁令 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科学家 他的行为不仅是对个人研究的捍卫 更是对科研自由的一种呼吁 张永振的抗议并非无地方使 他通过微博公开控诉工卫中心领导层迫害其团队 称领导层单方面要求其团队两日内搬离实验室 并且对此高层已不复回 更为严重的是张永振团队指出 工卫中心多次阻碍科研活动 拖欠科研经费于700万元人民币 劳务费及奖金于300万元至今 这无疑对科研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工卫中心对此事的回应是 实验室装修是出于安全理由 且事前已有通知并提供了替代的办公地 他们强调始终尊重科研工作者 支持科研人员及学生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然而这场对峙显然不仅仅是关于实验室装修的问题 更深层的是科研环境科研经费以及科研自主权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 中国的五一假期即将到来 据明报报道预计将有三亿人次出行 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七亿人次自驾比例将达八成以上 这数据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于假期出行的热情 也预示着交通运输部门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新一轮暴雨再次袭击湖南广东等地 东将出现今年第一号洪水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 强对流天气将影响全省多地 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不仅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困扰 也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出行造成了影响 这些事之间虽然看似相互独立 但实则都反映出了中国社会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态度和措施 无论是科研领域的争议 还是假期出行的高峰 亦或是自然灾害的应对 都需要相关部门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 和人民的安全与扶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要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